同学们,早上好 等等,这熟悉的开场班 把科兴上,你走错地方了吧,喂 没走错啊 从今天起,我就是CN课的老师了 那么怎么办,不用守门了呢 哼,托你们的福 自从经历过上次的大脑之后 右边的大门就全自动化了 再也不用担心你们逃出去了 今天第一堂课 我就教你们 什么叫做人生 二月儿同学 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管上谁的课 你总是第一个不点名的人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抽中过几个皮肤啊 你个飞球 看啥呢 说的就是你呢,屏幕前的你 小丁丁同学 你知道为什么大人总说 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吗 我知道 你说 因为你还得知道 他在哪里上班呀 有房有车吗 房车是不是贷款的呀 贷款待了几年呀 房子写谁的名字呀 什么小孩谁大呀 你确定你只是五岁的孩子 爸好客先生 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吗 哦,当然了亲爱的孩子 爸好客先生 你以前一定是技术型人才吧 你怎么知道 而且肯定是程序员吧 哎呦你这娃子 是看了天眼吗 嘿嘿,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看你兔头的样子就知道了 看你兔头的样子 五姿同学 你知道为什么听音乐 是陶冶情仓吗 当然啊 我还知道不同音乐 能在不同的场合中 给人不同的感受 呦,年纪不大 懂得挺多的嘛 那当然 比如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 就一定会听这首歌 你呀挺得逗我呢 还有你 臭捏子 你说我兔头的事 我跟你没玩